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种欣赏 一种理解 我们来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 你神里边的一篇叫天狗 我们进行欣赏 是吧 我们用一种三部阅读法来欣赏 第二个 我们讨论一下 诗歌欣赏的陌生化效果问题 第三 讨论一下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 我们先讲第一个 女神的那个天狗 里边那首诗天狗的欣赏 我们用三部阅读法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郭沫若的诗歌是存在两极阅读现象的 刚才说了 一方面女神这些诗文学史的评价很高 但是普通的读者读起来 革默不理解 难以进入 不喜欢 其实 经典很重要 要读经典 但是青少年一般都不喜欢经典 青少年对经典都有革默的 当然我们说青少年不太喜欢经典 是吧 好像是很正常 是吧 因为经典毕竟是过气的作品 它有隔膜 是吧 所以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问题是 人类 这个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 它有文化积累 我们青少年要了解这个文化 要积累文化 了解传统 也必须要阅读经典 所以我们就讨论一下 我们碰到那些 这个觉得隔膜 不太喜欢 觉得离奇 甚至这些经典怎么办 是吧 怎么进入经典 我这里提出了一个 阅读的方法 特别对诗歌来说 叫三步阅读法 试一试 看看灵不灵 这个三步是哪三步呢 第一步 直观感受 第二步 设身处地 第三步 明理分析 为什么要用三步 都有针对性的 就是刚才说 青少年不太喜欢经典 所以我们看 用这个方法能不能消除这种隔膜 我们先讲第一步 以前对女神的评价 主要是思想内容角度的一种考察 比如说 比如说认为女神体现了反封建 改造社会的要求 体现了五四反抗的呼声等等 是吧 比较多 见到的是对 郭沐肉诗歌的一些思想内容 主题的归纳 以及像刚才对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分析 刚才我们也是这样分析 那么这种评价 这种分析 有助于我们抓住 时代精神内涵 理解作品的价值 但是不够 不能够消除我们 阅读经典的隔膜 大家会说 反封建当然很重要 但读起来还是很隔膜 还是不喜欢 还是不能领略 它到底好在哪里 所以今天我们读女神 读天狗这样的作品 是了解她的思想内容是什么 有什么意义是不够的 还应该感受她的时代氛围 要理解当时读者的接受状态 你神为什么影响那么大 为什么能够成为杰作 只有了解这些 我们才能够理解 郭沐肉诗歌的艺术个性 特别的那种面临 由于历史尚未拉开充分的距离 所以对现代作家的一些评论 容易苛求 或者发生一些非文学的争议 所以我们对作家应该知人论识 对作家的心理性格 创造应该有全面的了解 这个我们先来尝试一下 在中学阶段 我们学了很多诗歌 通常的解读的方式 分顺一属诗 都是它的内容 思想情感 然后呢 谈一点修持 表现技巧 但不要忘了 它的思想内容 情感等等 应该是诗性的 我们讲的够不够 是吧 譬如说它表现了对人民的热爱 那很多都是表现热爱 唯独这个诗人 它是怎么表现的 它应该是诗性的 应该是想象的 体验的 个性化的 这一切 过成了独特的 那种意见和韵味 就是说 你神 它是诗 诗是主情的 那么它的思想内容 是应该通过诗人的情感 体验 想象来表达的 所以就是诗性的一个角度 来见诗分析 那么我们都经典 这是归纳它的思想内容 主题不够 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而我们很多评论 现在只是做到了这一步 这也就是造成了我们 青少年对经典 不感兴趣的原因 所有的作品 包括古代作品 你都说它是反抗的 反封建的 其实它有它自己的 每一篇的个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学会 逐步的鉴赏 特别对诗歌来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形式问题 经典作品有些形式 现在我们不太能够理解 领略它 它的意义 它的创新之处 比如说天狗 你会觉得很可笑 这哪像诗啊 是吧 其实这就是 国魔若典型的自由诗 古代诗歌 很多是格力诗 特别到了五世以后 才有这个自由体诗 是从外国过来的 打破了古典诗歌的束缚 用白话来写作 那么国魔若出现以后 诗歌才能表现现代情细 这方面上了一个台阶 所以女神看起来好像粗糙 不完善 甚至有点可笑 她的表现方式 太自由了 太散漫了 但应该体会到 这种自由体诗 在当时绝对是一种创新 起到了一种大解放的作用 有一种痛快的审美效果 为其一样 它才能够显得痛快 所以我们读经典 应该有点现场感 应该如果这是从 现在这种当代的角度 没有这种现场感 就不可能感受 女神那种形式 创新的艺术个性 还有 夜读经典 应该了解 不可重复之美 有些美还是不可重复的 是吧 像女神 她的出现 当时读者的结束 那种热烈 那种程度 以及那种巨大的 那种社会效应 是作者和读者 共同营造的 在郭沫若曾经形成热潮 是吧 女神形成热潮 有一个夜读场 夜读场 场地的场 是一个很特殊的氛围 也可以说女神 郭沫若 她有个公众形象 这种公众形象呢 是在读者的夜读之中 是树立起来的 女神激发了 五世读者的情感和想象力 反过来 五世的读者 那种情绪和想象力 一再结束 夜读 女神的过程中 这个焕发出来 重塑了 女神的公众形象 是吧 就是说这个 夜读风气 这个我们应该注意到 才能够理解这个诗歌 它这种艺术的圣经 就是独特的灭力 女神的独特的灭力的产生 我们要理解它 离不开 对那个历史的氛围 还有呢 对当时那种夜读心态 那种了解 所以下面呢 我们就结合作品来读 这个进行三部夜读法 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天狗 这首诗 我读一下 大家看这个字幕 我是一条天狗啊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的光 我是日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X光线的光 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的能量的重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的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的狂叫 我如电器一样的飞跑 我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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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包我的皮 我吃我的肉 我吃我的血 我吃我的心肝 我嚼我的血 我吃我的心肝 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的脊椎上飞跑 我在我的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了 我的我 要爆了 读完以后 我们想 我就来提一些问题 你们可以用两个词来归纳 你读天狗 你的感受 你想想 你自己用哪两个字来归纳 想想这个问题 可能有的同学用速度感 这个诗 这个诗里面表述度感 气势感 疯狂 激情 过体 奔放等等 是吧 大家都有各方面的感受 我觉得都很好的 从不同的侧面呢 我们都可以来 来概括 这首诗的特点 实际上彼此呢 这些感受啊 有些重叠 接近的地方 所以我们读这样诗啊 不要一开始 就有一个意识的一些思想啊 所以我们接触 接触一首诗的时候 不要急于去分析 不要做 第一步啊 不要先做理论的介入 不要去评说 是吧 最好是次数空前进入 进去以后再说 先放松你们自己 先获得你们的第一印象 是吧 这是读诗歌 特别是读经典诗歌 有歌末的诗歌 那是一个前提 这刚才大家读了 都有自己的第一印象 但这个第一印象呢 一开始呢 可能比较模糊 现在你们再想想啊 接下来再想想 哪一点 对你们是最有触动的 我的第一感受 就是两个字 狂躁 或者是胶着 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 我想同学们也有这种感觉 那种奔放速度感 胶着是怎么形成的呢 那种按耐不住的情绪 好像要靠那种反复旋转的 那种呼喊来宣泄 所以这个诗歌里面很多重复 记者很短 是吧 如果恨不得 把前宇宙都给吞了 我便是我了 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这个 有无穷的精力 无穷的能量 是一个要疯狂 扩张刺激的形象 是吧 里面有一句嘛 叫前宇宙的energy 都要被他拥有了 energy就是能量 都要给他拥有了 所以他要 就拥有了这个能量 他就要飞奔 要燃烧 要狂叫 但是又找不到通道 就别的难受了 所以这首诗啊 有点想若非非 这个 有一点超念 超就超过的超 念就是经验 就超过了通常人的那种体验 那种经验 超出了正常的体验 这就是超出了正常的那种逻辑 所以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 这就叫超念 是吧 神经有吗 怎么能够在自己神经上飞跑啊 怎么想象 你们想象一下 怎么在自己的脊椎上飞跑 只有诗人才能这样说 当然有时候小孩也会这样说 小孩有时候就是诗人啊 诗人那种苛求解放 渴求解放啊 和自我扩张的情绪 这个按捺不住了 好像就是要火山爆发了 要碰破而出了 仿佛正常的途径都无机于事了 所以才会有在神经上飞跑 将一个响肉飞飞的 飞逻辑的这种形象啊 所以我想这点是很打动大家的 响肉飞飞 疯狂 焦灾 所以我们看一首诗 是不是好诗 评价的层面呢 观点可能不同 但有一点啊 就是说这首诗 能不能带来你的新鲜感 能不能给你感动 触动 天狗呢 是能够的 是吧 为什么 它有一种氛围 有种力 冲击力 虽然有些不可理议啊 很奇怪的 但它是属于诗人的那种想象力 以言表达的那种特殊性 产生了 所以这个第一步啊 摄出空前 用第一步 知观的感受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二步 摄身处地 尽量将你的知观感受 就刚才的第一印象 和你所了解的 这个作品的那种氛围 历史氛围 结合起来 就把自己设想神 诗人的 所处的那个时代 是吧 或者诗人 诗歌发表以后 读者读者所结束的时候 那种疯狂的时代 当然这就要有些 异备的知识 比如说你起码要了解 女神是五四时期写的 国心解放的年代 青年人基于要创造世界 是暴躁伶俐的 是吧 当然也可以想象 世纪是五四的一个青年 刚刚摆脱 那种封建的束缚 有一种松快的感觉 也有一种基于破坏一切 旧物 要创造新世界的渴求 但又又很迷亡 无从下属 是吧 就焦躁 所以要了解五四这种氛围 尽量设想 自己是处在那样一个时期 这样的你读天狗 读女神呢 就会有能够进入 有感觉 不至于把它当成是 这个完全是狂妇乱教 不会觉得它那个可笑 要联系那种历史的氛围 相反的 你能够更好地理解 什么叫五四 多了这些诗 什么叫过性解放 那种狂放的情绪表达 非以所思的那种怪诞的方式 也就有了一份了解和欣赏 这个有这个了解和欣赏吧 那你这样才进入到 这个诗歌的那种境界里边 前面说那种直观感受 获得的第一印象 才又着落了 第一步跟第二步结合起来 那么你可以想象 读这个诗的时候 五四青年读郭沫若的女神 这样是一种出格的诗 它本身就是一种叛逆 一种先锋的姿态 所以我们刚才讲郁达夫的时候 曾经说 他的小说的语言很粗糙 有点摇滚 现在看来 这个郭沫若的诗 才真正是摇滚 是那个五四时代的摇滚 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三步 明理分析 这是有了感觉 有了印象之后 联系了历史的氛围之后 在升华上去的第三步 理性的分析 我们可以着重来分析 五四时期那种暴躁凛历的诗 那个精神是怎么通过郭沫若 这种诗歌的艺术表达出来的 我们会联想到 当时青年读这首诗的时候 可能就像出电视的 有一种非常奇特的 一种畅快的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在古代诗歌里面 一定是非常罕见的 甚至五四以后 也就不多见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郭沫若的女神 他的天狗 的确是开了 新诗创作的新生面 这种神秘感觉 和中国古代诗歌的感觉 结缘不同 古代诗歌一般是讲 含蓄 优雅 优美 郭沫若是摇滚 知识 放荡不羁 我们可能会进一步的分析 名利分析 这种诗只有在特殊的 那种年代 在大解放的那种氛围之中 在读者普遍都有那种 过性伸张的 那种叛逆的那种渴求之下 才能够得到广泛 而衷心的欢迎 可以是这样分析 当我们有了这些分析以后 名利分析完 就能够理解 五四当时的阅读行为 郭沫若这样的诗 为什么能够流行 我接触到现在 有些我也看 有时也看看 有些摇滚乐 有些流行歌曲 那歌词也写得也是很美 是吧 现在像有些诗词写得也很美 但像郭沫若这样的 超艳的感受是很少见的 刚才我们用一个词叫超艳 超出了通常的体验 所以名利分析 就像刚才这样 要进行进一步的升华 分析 那么怎么分析呢 重要的一点 就把握好阅读场 消除历史的隔阂 让艺术鲜活起来 让诗歌表达的那种时代感 当时的读者行为 和我们刺激的阅读体验 尽可能地结合起来 所以对那些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 现在已经隔末的那种经典作品 有时候我们采取三步阅读法 可能是有用的 就是说第一先直观感受 先豁起你自己的印象 第二步设身处理 回到历史的现场 去理解这种感情 这种形式 第三步再沉淀下来 名利分析 理性判断 恰当的评价 这个三步阅读法 我们重点分析了 你舔狗 对郭沫若的女神 也可以说是以斑见报了 三步阅读法 对于分析那些比较隔末的经典 可能有帮助 以后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三步阅读法 可以避免 刚才说的 两极阅读现象的偏颇 让我们欣赏分析 这个经典作品 保持自己的感性 过性 不至于盲目的 现一两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